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和這集聊聊前幾個月玩的一個東西 我把Intel Optane SSD905P 裝到了TechU Cube的TB3外接盒上面 然後再用Thunderbolt連接到電腦 那這樣做有什麼實用意義嗎? 沒有,就單純好玩 如果真要做個什麼目的性的話,大概就兩個吧 第一個就是,雖然我大概已經知道這東西接上去是可以動的 但是我沒有實證過,我不知道嘛 而且我看國內外也沒有人這樣實證過 如果哪天有人問我可不可以這樣接 我也只能跟他說應該是可以,但我沒有實證過 所以這次就是來一個實證和測試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做個輕鬆的娛樂片 跟大家分享這種好玩的東西 可是又沒有一定的目的性 那具體是怎麼做到的呢? 905P它本身的接口是比較特別的U.2 那盒裝裡面它是有附一個U.2轉M.2的線 所以就是用這條線連接905P和Cube 不過這條線還是需要一個獨立的SATA的電源線 所以又拿了一顆閒置的海運的PSU來推 因為是轉接線的關係,所以Cube的殼就蓋不上了 就讓它裸著 接上電腦後可以看到,在系統中已經可以認到這顆外接的SSD了 寫入速度大概是在1800Mbps到1900Mbps 讀取速度則大約在2400Mbps到2500Mbps 這個速度其實比我預期的還要高一些 因為我想說原本已經轉接了這麼多,加上 Thunderbolt 3有頻寬的限制嘛 如果有個2000Mbps我就覺得蠻正常,蠻ok的了 沒想到居然還有到2400Mbps,這個有點小驚訝 總之蠻好笑的啦,這些東西 抽一抽都要兩萬塊了,結果才組出一個480GB的SSD 而且它還不是可以portable的 要接著電源線才有辦法用 所以這個真的是浪費才能好玩的啦 另外我覺得我之前在這部影片裡面有漏講 所以這邊也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Cube它其實是沒有 Thunderbolt 3的認證的 不過我自己看起來是覺得 Cube的板子跟Rapid應該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這一點我也跟原廠確認過 的確他們的板子電鍍的部分完全都是一樣的 所以理論上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而且我目前用到現在也真的沒有什麼狀況 所以為什麼TB3不能作為SSD的外接盒呢? 這個講起來其實還是主要是 Thunderbolt 他們官方的一些政策啦 他們基於一些原因就沒有開放 但這些原因我 站在我的立場我當然是覺得還好啊 反正我自己都知道該怎麼用 但是官方就有一些他們的考量 考量到消費者大眾的部分 我也覺得蠻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解釋起來跟大家 講一下就這個部分 講清楚說這個Cube是沒有TB3認證的啦 目前市場上除了OWC的Envoy Express 這顆SSD外接盒它是可以真的讓你買外接盒而已 然後你可以自己更換SSD的 那其他目前市場上你看到的TB3SSD外接盒 可以讓你自己更換SSD的理論上應該都是沒有認證的喔 那OWC Envoy Express 這顆我大概已經有摸過看過了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再留言跟我們講 我們之後有空再跟大家聊聊這個產品 然後再回來聊一下 Intel Optime SSD 905P 那價格目前應該是14000-15000左右 而且好像幾乎都沒有什麼動 從開賣到現在大概也兩年了 真的價格好像都沒什麼變化 但是相較前一代的900P 480GB的來講 我記得價格大概是要兩萬塊吧 所以我覺得905P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還比前一代便宜了一些 不知道下一代什麼時候會出 搞不好下一代出來又更便宜喔 905P剛上市的時候 同樣的價格你其實可以買到 M.2 PCIe Gen3 by 4 1TB的SSD了 而且可能還是效能很好的那種 就是3000MB的那種 然後現在你都可以買到2TB的了 而且可能還是PCIe Gen4 by 4的 所以容量是4倍 速度又是2倍 加上905P這東西真的是有點貴 不是一般人消費得起的 但Intel這樣賣其實也是有它的理由 如果你平常只是打打遊戲打打文書上上網 你可能根本就覺得這個很不划算 你根本也不會有這種需求 所以你也不會是Upt-end SSD的客群 但是這個就特別適合給需要頻繁讀寫的場合 那用905P就非常適合了 像之前就有聽過影像公司分享他們的工作流 就是把Intel的905P當作是素材的暫存的空間 把素材放在裡面 那頻繁的讀寫 其實用的速度也蠻快的 也很安心 905P它的介面是U.2 大部分人的電腦其實是沒有辦法插的 然後很多人可能這輩子也不會有看過這個街頭 因為這個U.2它主要就是用在企業級的產品 所以905P就是把企業級的產品下放到消費級 所以一般消費者覺得貴也是正常的啦 可是你看它有五年保固 而且有超長的寫入壽命 更快的反應速度 隨機讀寫的也比一般的SSD還要高很多 最近可能還會開箱到一些跟U.2產品有關的東西 所以就想到把這個影片做一下 原本想說短短的講個三分鐘 奇怪莫名其名的講了這麼多 所以就乾脆獨立做了這影片啦 好那還是邀請大家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